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Gyrono的Wyman 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这台iPhone 11 Pro Max 临近破损的单换临近过程 这台机器因为摔过表面的玻璃破损 导致挤压到点阵的临近也破损了 录取面容的时候也是提示一高一低的 有时候录取的过程还会提示面容ID不可用 先拿出好的点阵配件 把表面固定的胶去除干净 然后再使用打磨机 把点阵背面固定的铁片打磨 再拆除铁片 当铁片分离的时候 我们就用手去把铁片斑断 之后把点阵拆除 在分离点阵的时候 我们使用拆CPU的温度 360-340左右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 拆除好的点阵临近 在拆除点阵临近之前 给点阵临近周边的铁花加热 使用了同样的方法 拆下破损的临近 接下来就是安装好的临近到铁花内 先上好浇水 浇水均匀涂至铁花内就可以了 把临近放在铁框内 再把零近放到铁框内 对好位置 加热固定 然后加热固定 接下来就是破解面容的过程 破解完成之后 测试点阵是否正常工作 测试正常工作之后 贴合点阵和临近 对好味 上好胶水 加热固化 到最后测试面溶功能 这样就完成面溶修复过程了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个视频我们跟大家分享 Face ID 红外摄像头 单换镜头的过程 下个视频再见 Bye